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您知道吗?酱油里面竟然含有致癌物质 那是怎么回事呢? 之前都没有听说过 就是之前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在一次抽验中 发现有11款酱油中都含致癌物质 这也太可怕了 我妈上次酸11的时候还让我买了一箱酱油囤折 现在都有点不敢吃了 基本上每家每户烹饪的时候 都可能会需要用到酱油来调味 但近几年来酱油是害人油的说法 若是不决,越来越多人担心酱油真的存在健康隐患 那酱油是不是真的会致癌呢? 会对人体有害吗? 一,酱油被查出致癌物质还能吃吗? 在酱油抽检中被查出的致癌物质 为四甲基米座 可能会导致人类患癌 酱油中之所以会出现四甲基米座 主要是来源于酱油中添加的焦糖色 焦糖色素会使酱油看上去呈现为黑褐色 可分为天然和人工合成的两种 其中天然焦糖色主要是指平时做菜时炒糖色 而人工合成的焦糖色则指在制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副产物 其中就包括了四甲基米座 而关于四甲基米座的致癌性 国际权威机构也认为四甲基米座的安全性还是很好的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将四甲基米座列为2B级致癌物 仅有明确证据表明会导致动物致癌 但还没有证据表明会对人体有致癌性 而在我国关于焦糖色中 四甲基米座的限制值有着严苛的把控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焦糖色 四甲基米座限量值为200毫克 仅每公斤酱油中 四甲基米座含量不能超过200毫克 人体每日允许摄入的四甲基米座量 每小时为0.04毫克 以60公斤的成年人计算 每天应摄入小于2.4毫克的四甲基米座 而在抽查的酱油中 四甲基米座含量最高只有6毫克每千克 按每次使用5毫克左右的酱油计算 相当于摄入了0.03毫克的四甲基米座 远低于人体的每日允许摄入量 那如果实在不想购买到 含有四甲基米座酱油怎么办呢 首先要购买正规大品牌生产的酱油 并且选配料表不含焦糖色的 其次尽量选生抽酱油 因为生抽酱油主要为了调色 很多都没有添加焦糖色素的 而老抽酱油主要是作用于提色 通常会添加比较多的焦糖色素 第二酱油吃多了皮肤会变黑吗 网络上经常传有酱油吃太多会导致皮肤变黑 这个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首先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皮肤是怎么变黑的 一个人的肤色深浅会受到遗传基因 类胡萝卜素血红蛋白状态等因素的影响 在后天因素中影响肤色的最主要原因是黑色素的产生 当皮肤产生黑色素较多时 肤色就会变黑 反之则会显白 而刺激黑色素产生的常见因素 包括了日晒、雌激素、醋黑激素和孕激素等 所以和有没有吃酱油是无关的 那如果身上有山巴吃了酱油的话 会导致山巴黑色素加深吗 答案是不会的 无论是酱油还是其他含有天然或人工色素的食品 都不会对山巴的颜色造成影响 伤口的愈合主要是皮肤的代谢有关 皮肤在修复过程中主要呈现为纤维细胞在起作用 当局部发生炎症反应时 会刺激到纤维细胞增值来促进伤口的愈合 与此同时 炎症也会刺激到色素细胞 使其功能变得活跃 于是便会产生较多的黑色素 造成黑色素沉着 所以伤口看上去会比周围皮肤黑一些 待伤口完全愈合后 黑色素便会逐渐的消退 第三 配置酱油VS 晾造酱油 到底选哪个好呢 市面上的酱油可分为配置酱油和晾造酱油这两种 晾造酱油指的是以环豆作为主要的原材料 加入少量的小麦粉 倒壳或者是麸皮等原料 经过天然发酵等工艺制作而成的酱油 由于在发酵过程中会受到较大的地理环境影响 所以不同地区生产的酱油各具特色 配置酱油则是在量造酱油中 基础上加入酸水 解植物蛋白浆和少量的食品添加剂配置而成的 酱油生产过程中没有经过天然发酵 生产工艺比较简单 耗时也比较短 需要注意的是配置酱油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 由于配置酱油会将量造酱油进行稀释 所以其营养价值会比量造酱油低很多 另外制作过程中配置酱油可能会出现 露饼醇的超标情况 这些露饼醇类化合物对人体的肝脏、肾脏、血液循环 和神经系统等都具有一定的毒性 会导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那么好的酱油又应该怎么挑选呢? 主要看三个标志 氨基酸钛氧选购酱油时 首先选其氨基酸钛氧含量 这是决定酱油好坏的关键 一般来说酱油中氨基酸钛氧的含量越高 就意味着酱油的品质越高 吃起来的鲜味也会更浓郁 因为酱油酿造的时间长短会直接影响其氨基酸钛氧的含量 酿造180天的酱油中 氨氧含量大约是1.1克100毫克 而酿造380天的酱油中 氨氧含量约为1.2克每100毫克 合格酱油中的氨基酸钛氧含量不可低于0.4克每100毫克 如果氨基酸钛氧含量达到0.8克100毫克以上 极为特级酱油 所以我们在购买酱油的时候还是要认真的挑选 以下这些人群就不建议吃酱油 再喜欢也要管住嘴 第一服用血管疾病药物的人群 在服用治疗血管疾病和肠胃疾病的药物时 要禁止使用酱油烹饪的菜肴 以免导致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发生 第二婴幼儿 婴儿体内器官发育不全 尤其是胃液分泌很弱 腺体分泌功能也比较差 酱油是一种发酵食品 含有许多微生物 有些微生物很容易引起胃肠不适或者腹泻等疾病 成年人的胃酸 可以有效的抑制微生物的繁殖 而婴儿可能无法抑制微生物 第三高血压 摄入过多和体内的钠离子增多 都容易引起高血压等疾病 因此患有高血压、惯心病和糖尿病的人 不能够多吃酱油 建议烹饪酱油和凉拌酱油不要混用 容易导致肠胃炎等疾病 一勺酱油大约含有1.5到2克的盐 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成人每日试入的盐 应该控制在5克以内 因此建议平时用酱油调味时 别拿着瓶子直接倒了 这样容易倒多 用勺子来加酱油更能控制好量 酱油是很常见的一种调味品 一般来说只要购买的正规大品牌酱油 就不用担心含致癌物质的问题 选购酱油时 为了健康早想 要尽量选择量造的氨基酸钛氧含量高的 那含量低的酱油更为安全 好了 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